好 我如果說喉嚨話有人聽不懂 都聽不懂 還是我現在講的話 我剛剛講的話大家聽不懂 好啦 那我盡量用那個北京話跟各位分享 先講一個笑話 做一個開場白 各位我叫蓮修賢 那個 有一個老奶奶 現在台北很多獨居老人 有一個老奶奶 她自己住在一個公寓裡面 她住在公寓裡面 有一天早上8點多 她發覺他們家的馬桶漏水 馬桶漏水很嚴重 開始淹水 所以打電話叫水電工 她靠電話叫水電工 結果水電工跟她講說 一個半小時以後才有空 她想說完了 現在都一直在漏水 一個半小時以後才有空 那怎麼辦 可是沒有辦法 那她只好眼不見為盡 她想說那既然趁這個時間 她就先去菜市場 她要菜市場去買東西 今天就有一個好事